巴西财政是至470亿美元 健保教育和社会计划方面的投资都可能删减 大家的生活更加困苦 巴西慈旧志工下乡一整 关怀贫困的居民守护健康 有人裹毛毯 有人戴围巾又戴帽 用更种方式预寒 忍着冷冽天气 求诊病患大排长龙 慈旧志工请大家到角落等候 避掉阵阵寒风 21岁的单亲妈妈 为8个月大的儿子的心脏操心 医师说是先天性心脏问题 年龄进展会好转 让他终于安心 医师两个孩子的妈妈 小腹疼痛有异味 医师先让他做抹片检查 仔细叮咛用药 巴西经济不景气 此际下乡一整 包括牙科 中医等科别 为贫困家庭省下一笔看准费用 患者也把握机会 医师面对一连串的问题 仔细问诊讲解 让大家都学会照顾自己的健康 戴爱新闻 这是美志工曾秋晴 巴西报导 它被冲 Microsoft的 потому